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根據彭博社的報導所說 特區政府建議修訂打擊洗錢條例 要將中國大陸官員的資金流動狀況加強審查 對於貪官污吏來說這宗消息肯定是一個惡號 第二宗消息就是有勞工團體要求特區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制度 這本意也是好事 誰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在回應的時候作出要脅 他就說如果要真的討論設立失業保險制度 就需要叫停現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工作 當然很多勞工團體聽完之後把幾誤 惹來了一片的罵聲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這條片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就一起去看看 到底打擊洗錢條例的修訂情況是怎樣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建議 要將打擊洗錢條例下 對於外地政治敏感人物進行盡職審查的定義 由現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政治人物 修訂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的政治人物 以及他的家人和密切相關的人士 按照現時的打擊洗錢條例的規定 政治人物的定義就是現時擔任或曾經擔任重要公職的人士 包括有國家元首、政府首長、資深從政人員 司法或軍事人員 國家企業的高級行政人員 以及重要政黨的幹事 以及他的配偶、子女等密切關係的人 其實這個網已經放得非常大 不過之前一直所規管的就是外國人 現在就連大陸的官員和相關人員都管了 到底這項修例的決定是由哪一個主動提出的呢 到底是由特區政府官員想出來的 還是還是收到上邊的指示叫他們要這樣做呢 按照特區政府就不敢來去僭越 說要將大陸的官員納入一個監管機制 而且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也沒有什麼發言權的 是不是背後有高人指點呢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來說這條法例 如果修訂了以後 基本上所有大陸的官員都會受到管制 所以在接下來的日子 大陸的貪官污吏 如果想繼續利用香港這個窗口 來進行走資 或者是隱藏他們的財富 就會變得困難重重 在修例之後 就會令到銀行 律師行和會計師樓等等的機構 有一個更加清晰的指引 在做盡職審查的時候 就可以將對於海外政治人物的規定 應用在大陸的官員身上 根據一個研究機構的估算指出 香港每年的洗錢活動金額裡面 有大部分其實都是來自大陸 或者是澳門的犯罪收益 而在2002年至2011年裡面 來自大陸的非法資金流出 就估算高達1.08億美元 即是十年之間 就走資了七萬多億港幣 當中大部分資金都是流入了香港 到底流到香港哪裡呢 報道就沒有詳述 但是要在香港隱藏財富 無非都是那幾件事 要不就是投放在樓市 要不就是投放在股市 但是由於股市的波幅 就會起跌非常大的 到底那些非法資金 其實會不會在過去這些時間 投放在香港的樓市身上 搞到樓市經常高高高 不斷向上升 這個有沒有關係呢 當然樓市向上升 就有很多因素 又不能夠完全歸納 說有些貪官 烏利走來炒樓 炒貴了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 其實全球的無限QE 不斷地印錢 那個量寬 都會造成這個 資產價格上升 這是必然的趨勢 尤其是就是香港和美國 有一個聯繪制度 美國因印錢 香港這邊就會升 無可避免的 第三個原因就是 剛性需求 當然在接下來幾年 到底剛性需求 會如何出現一個變化呢 就要視乎移民潮 會走近多少人 如果你走近幾萬人 其實沒有影響 如果你走近100萬人 影響就很大 當然這兩個都是很極端的數字 但是反正來說 對於那些貪官污吏 走資下來香港 買樓隱藏財富 這條路 肯定就是會在將來 倒截了 而且那個研究機構的數據 是說 二十年至十年之前的十年 就不是說現在最近的十年 你說2011至2020年期間 到底是有多少非法資金 從大陸流出了呢 我相信會比起二十年前 是更加多的 有增無減的一定是會 因為大陸本身的經濟發展 也更為蓬勃 再加上一件事 就是大陸已經約升成為 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那些貪官那些貪污的數字 你說對比起二三十年前 全部都是以千萬計 或者是以幾億計 現在說都是幾十億幾百億 或者是誇張一點 是以噸計的 那些銀子 所以一定那些非法資金是會多了 當然那個數字是多少呢 研究機構就沒有估算 但是我相信就是有多無少 所以這條修例 對於大陸的貪官污吏 就肯定是一個極壞消息 至於對於香港的資產價格 有多大的影響呢 要視乎其實 對上十幾二十年 究竟這塊錢 怎樣來影響到香港的樓市 就是說 他們要隱藏這一筆錢的時候 最終就說 有多數錢是流入了本港 但是 到底他們真的 全部都放在香港 那麼笨 還是香港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跳板 他可能放一段時間就會離開香港呢 我相信是後者居多的 他沒有理由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雖然某些貪官去買港樓 隱藏非法財富 其實還有升值的潛力 但是他也不可能一輩子都這樣放在那裡 所以如果他不斷有流轉的時候 有部分資金肯定就已經離開了香港 去了其他地方 所以對香港的樓市的打擊 未必會是很大的 同時就是要視乎 到底在疫情過後那些熱錢 怎樣湧下來香港 究竟那筆熱錢 會不會造成一個所謂的小陽春 對於那些已經上了樓的中產 而又準備賣樓移民的人來說 其實你看都看他有這個小陽春 你起碼撿回更多才是離場走人 如果你看他跌的話 你自己也會受損 當然其實就有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那裡 對於那些 喂 我也不打算走 我也跌了深水 留在香港繼續做事 那些人當然看他快跌 所以這有一個矛盾在那裡 好了 接著我們就講一下第二宗消息 就是關於這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所說的一些說話 就令到那些勞工團體 就是為之氣結的 到底羅志光是說了什麼話呢 他昨天接受商台節目訪問的時候 就說到一般的預測失業率都會上升 有經濟分析更加說會破7% 而他又說 以往一般過完年之後 失業率都會再升 這個很容易理解 因為有些人拿完商量拿完那個bonus 才是辭職過當走人 問題就是今年在不同的地方就是有個疫情在那裡 其實有很多人都已經失業了很久 或者叫做開工不足 或者叫做停薪留職就已經很慘了 羅志光到底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到才行呢 有些勞工團體就要求他 喂 你是不是應該搞一個叫做失業援助金出來呢 這樣 好了 羅志光怎麼說呢 他說推出社會政策的時候 就要作長遠考慮 如果失業人士沒有資產沒有積蓄的 就大可以去申請中援 失業人士也有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作為第一道防線 你說這些說話就是沒有同理心就是離地就是糧薄 你明知道也不應該這麼說 你叫人失業人士沒有資產沒有積蓄就申請中援 你當局長也應該知道申請中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啊 又要資產審查 好像過五關斬六仗那樣的 驗屍那麼驗的那些事情 而且那個時間也是曠日持久的 你叫那個失業人士想得行 說真的過了個心理關口去申請你那份中援的時候 都已經拔到份了 更何況就是如果他本身還有一些積蓄的 還有多少資產的 那你是不是要他坐吃山崩吃到谷種都沒有的時候 那你才可以申請呢 你有個條件規定不是說你去就去申請的 啊局長是不是 你怎能夠這樣說這些說話出來才行 一句說申請中援就好像推堂過去那樣 跟著又說失業人士有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那些錢現在又是在強積金對沖出來的 你那條法例也沒有過的 什麼叫做強積金對沖呢 平時僱主每個月都要幫個僱員 供5%的供款 如果他要炒一個僱員的時候 要給他一份的遣散費或者是長期服務金 那筆錢就可以從僱主的供款那裏 是對沖的 是可以扣減的 但是這是違反強積金的原意的 你老闆你強積金你說得明白要保障員工 保障僱員在他退休之後的生活 原來當他被人炒的時候 僱主那份工款就會馬上拿出來 扣減你的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 你違反了原意的 一早就應該要改的 這件事是漏集來的 被人罵了很多年 但是特區政府就說下一個立法年度 就可能會改了 現在的僱員被人炒 都是在強積金那裏扣錢 就是找一個僱員品 那為什麼你不去設立一個失業援助金的制度 你限定他只能夠拿半年 半年之後你怎樣也要自己找工作 找不到就沒辦法了 沒有得很遠 這件事是新設立出來的 你就照搞 那裏花多少錢 一些多什麼餘的 還有他講的真是很難聽的 他說什麼呢 他說在疫情初期的時候 政府就有為確診 並且是首庭口庭的人 提供五千元的津貼 當時社會有聲音就說 有人會向那些確診者 買口水來去申領這個特殊津貼 你怎麼說出這些話的 大哥 你拿上網的人亂說出來 當是真的這樣說 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人會愚蠢 那裏道真是為了申領你的五千元津貼 去冒險 百分之一死亡率都是死亡率 對不對 局長 你說這件事出來也不應該 你不搞長期服務 今天不搞 你不需要再說更多這些無謂的說話 我覺得是多餘的 你一句說不搞就是不搞 市民都催你不長 拔你不長 你不需要這樣說出來 惹人的 人家的心裡聽到是多麼難受 有些都已經失業了一段時間 你說不搞就沒有解 不搞他 要馬死落地走去找辦法 不是聽你說這些 你幫不了他 你還說這些說話給他聽 你幹什麼 唉 真是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